陸野香112年度模范父亲徐玉顺 曾在北部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 为了能够就近照顾妈妈 回到出生地瑞河村务农为生 目前以种植世家与水稻为主 我就是在瑞河台东瑞河这边出生 然后从小到大其实一直都住家里 有来在外面工作个两三年 因为只有生下一个妈妈 妈妈在住家里没有人帮她 你做农头的话一定要有人帮忙 擦样的话比较平均 价格比较稳定 取落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大 然后自己擦个三四甲地量 四甲比较辛苦 四甲的话 其实是价钱过来就觉得很辛苦 你价钱好的话不会 徐玉顺与太太婚后育有两个儿子 目前都已完成学业 他们都自己做自己的工作 一个在台北一个在绿桃 在上班 小孩子也 也没有什么让你烦恼的 他们蛮乖的 就是农忙起插样起 那一段时间比较赶而已 不然其他时间是还好 没有什么为难的 做农 徐玉顺乐观进取 总是用心专心地做好眼前的工作 是孩子和很多人的榜样 也没有什么 就是平平安安的过这样就好了 小孩子健健康康这样就好了 徐玉顺的乡亲 希望你们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然后心想四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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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